寒江中学1961年初中及1964年高中理校50周年的校友 选择在一个别具意义的日子 7月15校庆当天在寒江中学礼堂举行惊喜纪念晚宴 来自全马各地的寒江校友特地抽空出席与老同学酗旧 有些校友甚至远从泰国曼谷及印尼赶回来参与 寒江三校董事长拿督黄四星在会上致辞时大赞毕业校友 发挥爱笑精神 他说根据统计寒江中小学自创校至今 一个培育超过2万名的毕业生 目前仍有许多校友在社会上头角真容 成为企业界的精英专业人士 或在科技领域有卓越的表现 因为有了寒江提供的七年校 他们才有今日的成就 但是这些尚不在各个角落的寒江人 长久以来都没有机会把他们团结起来 发挥爱笑的精神 因此我更希望再过5年 也就是2019年当寒小创校 一百周年时 有成千上万的寒江人 回到寒江校园 共同申请百年数人的伟大教育成就 寒江校会总会长洛宝林指出 寒江中学是一所独立中学 自1962年起就不受中央分支津贴 而必须自力更生 因此他希望中央政府可向宾州政府看齐 每年制度化拨款给全国所有独立中学 并承认独中同考文凭 校友是同校宝贵的资产 寒江中学第一级 第二级的同学有千千万 我们希望他们能在总会 进各地书立会的形式下 精神团结 回归同校 关心同校未来的发展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使寒江中学成为美马 最想胜利的勾力同学之地 在会上 筹委会主席拿督徐雄豪也 促请同学们要好好锻炼身体 并期待在五年后再次共聚一堂 庆祝离校55周年 另外1964年高中毕业生 在离校50周年纪念联欢宴上 特别为母校筹获99999令吉99千 充当母校发展基金饮水私园 以实际行动回馈母校 韩式记者整理报道